喂 喂 妈 你在家没有啊 儿子 我在家呢 儿子 这快过年了 你回来不回啊 妈 我这不是工作忙吗 回不去啊 哎 对了 妈 你有没有五千块钱啊 能不能给我打过来啊 儿子 你看 你自己啊 都有工作了 怎么还给妈要钱呀 妈 我这最近也不是谈了个女朋友吗 这花钱花的厉害啊 谈了个女朋友啊 她女朋友是好事啊 儿子 行行 那妈 想办法把钱给你打过去 那行 妈 那你给我打过来吧 那我还有事我就先挂了啊 那行 儿子 哎 妈 你在外边干什么呀 哎 妈 在外边玩呢 妈 你看我这要去上班了 这外边太冷了 你回去吧 闺女 妈有个事想跟你说说 妈 什么事啊 你说吧 闺女 你看 你大姨那个孩子啊 要财力钱 还差五千块钱 你大姨啊 想给我借点钱 你啊 该发公司了 有没有钱呀 这 妈 要五千呀 这 我手里也没有那么多 妈 我手里最多也就三千块钱 要不先给你拿三千吧 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行吗 那行行 闺女 那妈 我先去上班了 行 闺女 闺女 别忘了给妈取钱 我知道了 这我儿子也长大了 也有女朋友了 这我闺女的工作也稳定了 这收入也有了 这我儿子也给我找个儿媳妇 等我儿子回来啊 我去让我儿子结婚 我这个老太婆的好日子 也该到了 电话 喂 喂 阿斗 你是谁啊 我不是阿斗 我是他妈 你是阿斗他妈啊 阿斗是你儿子 那正好 阿斗欠了我20万 什么 你是骗子吧 我儿子怎么会欠你20万呢 你儿子欠了我20万 现在手机打不通 留的是你的电话 我不找你 我找谁啊 你说什么呢 我儿子怎么会欠你那么多钱呀 你呀 是骗子吧 我闺女都不相信 知道吗 你不相信 这白纸黑字啊 写得清清楚楚 你要是不还我钱 我就去你家 反正我知道你的地址 这 你要是不相信 你就给你儿子打电话 你这样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这我儿子 干什么 那欠别人20万呀 不行 我要再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这真打不通呀 难道 这是真的吗 20万呀 我该怎么办呀 妈 妈 你看我上个班 你还送我干什么呀 回去吧你 妈在家不是没事吗 行 先回去吧 我去上班了啊 那行 你看我这记性 这手机竟然忘了拿了 这没有手机什么事都办不了 那怎么讨了一个人呀 妈 妈 妈 真的是你啊妈 我带你去医院妈 妈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 妈 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哥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 妈 哈哈哈哈 有人吗 是阿斗他家吗 有喘吃的没有啊 谁呀 阿斗呢 你谁呀 我哥 我哥也打电话 一直打不通 我也不知道 这个陈阿斗还真跑了 你谁呀 你找我哥什么事啊 你哥欠了我20万 开始给你妈打电话还接 现在给你妈打电话也不接了 他还是真的想跑账啊 我妈的 我妈的去世了 什么 你妈去世了 是啊 我哥到现在还联姻不上 你说 我哥欠你20万 他怎么欠你那么多钱啊 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你看看吧 这 这是我哥的字 那还有假 这怎么可能啊 他欠你那么多钱 他欠你那么多钱 干嘛了呀 我管不着他干嘛了 但是这个钱 你必须得还 可是 我妈也走了 我哥也联姻不上 我也没有钱还给你呀 我告诉你 这钱你要是还不上 你就拿你家这房子抵折 大哥 我该怎么办呀 20万 我怎么还呀 20万 三年了 我终于回来了 当初都愿大华 骗我在网上贷款 害我一下 欠了20万 这三年 我都不敢回来 现在呀 我终于有钱了 现在呀 正好呢 还拿钱 喂 胖哥 我啊 我阿斗啊 胖哥 我呀 就是有点事嘛 就是不是我 原先欠你20万嘛 我现在有钱了 还你钱 这 什么 还过了 问我妹妹 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回家看看吧 妈 妈 我回来了 妈 妈 妈 这 哥 这你怎么穿这事 咱妈呢 咱妈 哥 你还好意思 替咱妈 咱妈因为 因为替你还张 她操劳 多少度 她已经去世了 什么 这 咱妈去世了 是啊 哥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 欠别人 那么多钱啊 妹妹 我当初也是被骗了 我也没有办法呀 哥 你知不知道 这些年 我为了给你还账 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嘛 你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呢 妹妹 我 我害怕追债呢 所以我那个手机 我就一直关你没敢接电话 妹妹 我说我 这么多年 让你受委屈了 我受委屈 我不怕 哥 可是咱妈 可是咱妈呢 咱妈 临走之前 都没有见上你最后一面 你说你是怎么做儿子呀 这都怪我了 妹妹 这我现在改了 你又原谅我吧 哥 我原不原谅你重要吗 重要的是 你应该让咱妈原谅你 妹妹 你 你带我去见咱妈 咱妈 咱妈的坟墓在哪啊 哥 我现在就带你去叫呀 咱妈 给咱妈磕头认罪 走吧妹妹